他看得好深喔 明明就知道我是個無法說謊的人 你為什麼要逼我 那就對啦 今天這麼多人在現場 我們就是不要聽你說謊 羨慕成分比較多 可是真的你現在 有辦法接受一段感情嗎 有一個這樣的人出現的話 你願不願意放下自己的心 讓他捧在手上 我覺得這件事情還蠻重要的 還是要看對方是誰啊 當然要看對方是誰啊 所以遇到的話 我們可以接受對不對 嗯 我不會到抗拒啦 30歲了 是該談個好好的戀愛了 對不對 是該找個成熟可以靠的肩膀 或是跟他一起北藍北藍的也不錯 或是他可以同時聚配北藍北藍 跟成熟的肩膀這樣最好 是不是 那我剛才前面講完 40% 30% 20% 剩下的10% 好像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陳寗在台上 剛才我上台到現在 他對我談到感情這件事情 他好像只剩下10%的勇氣 還有剩下 這一點勇氣 可以再面對愛情嗎 那我在這邊就針對你 不管在MV的表現裡面 或是說像清風幫你寫的歌 下個轉彎 那我相信他也是用這首歌 希望你在下個轉彎裡面可以碰到好的人 所以呢 對愛情越麻木 對婚姻也不期待 你知道這件事情嗎 現在的人不見得一定要有婚姻 但是愛情一定要有 所以你要是 不是閃婚 你起碼要先談個戀愛來交個成績單 戀愛的成績單越差 你婚姻的成績單又越差 這樣子 好嗎 你在戀愛裡面是一個 什麼樣的人 我們想在MV裡面 我們大概都有看到 譬如說在點水裡面 原來拋棄所有自己的夢想 然後說我現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跟你在一起 這句話傻透了 女人在愛情裡面不能只想要做對方做的那個人 好嗎 要做自己 要完成一點 保留一點夢想給自己 有有有 我現在有點太做自己了 這 可能這我有問題 好 接下來 你知道嗎 談戀愛沒有所謂的準備好的戀愛 等到你覺得 好了 我現在可以開始了 我要起跑 我要談戀愛的時候 戀愛都已經跑光了 所以你要看看身邊 看看那些 原本你可能覺得不可能的人 好嗎 等到戀愛都跑光的時候 那當然會變成隱形人 因為 等到你準備好的時候 人都跑光了 他們也成家也立業了 又開始新的關係 但是我並不是叫你待會兒走出去路口 看到隨便一個抱了就親 好嗎 人還是要有一點休息心 好 OK 然後再來 好好發揮那10%的勇氣 愛情要傻 相處要聰明 你流鼻涕對不對 我吸入了 吸入了 不行不行 我們今天整個那個改版簽名 裡面都有好多讓我聽了以後 會全身冒汗的一些字眼 什麼叫愛要傻相處要聰明啊 在每一段戀愛的開始 我不管接下來你要碰到 欸這樣可不可以以為我在哭 根本沒有 沒有沒有哭啊 他只是感冒而已 他就是上體比較穿的暖一點 下半身比較涼 溫差的時候身體就會出水 欸對 然後就會吸入 對 愛要傻的意思就是說 在每一段感情開始之前 要先把自己的情緒 還有對對方的信任歸零 這樣就不會有以前的影子存在 要重新相信一次愛情 這樣講起來其實是蠻辛苦的 但是一定要這樣做 這樣對每一段感情才是認真負責的 可是相處的時候要聰明啊 譬如說女人最準的是什麼 直覺 直覺 你要相信你的直覺 遵從你的渴望 好嗎 對 相信直覺的意思很簡單 你真的覺得這個男生是不對的 是不好的 你就不要委屈勉強自己去接受他的缺點 好 就是一樣 跟點水一樣 不要把自己變成了他喜歡的那個人 然後他最後回你一句話說 我喜歡原來的那個你 好 沒有所謂的 我們每個人每分每秒都在變 沒有所謂的原來那個人 是 好的 努力追愛 終將得到你值得的幸福 以下空白的意思是說 希望 在以下空白的日子裡面 你可以找到一個 可以跟你一起把愛的文章寫得非常好的對象 是 如果同意的話 我們在這邊就要結案 掌聲給陳寗鼓勵一下 是的 好 我們謝謝喬治醫師今天的整頓 喔 強制先生說了 要洋洋成年要努力追愛 才會有值得的幸福 是 那除了剛才傻笑擦鼻涕之外 我剛剛講的樂樂等 有一個人就只會點頭 洋小姐 有 請問一下看完您的證明書之後 整段證明書之後 您有什麼想要跟媒體 跟現場媒體朋友們說的嗎 嗯 我因為我真的不著急 但是 就是 我答應大家如果遇到了 我不要 不要怕 那我們可以在過幾年的中浩東路交叉口 可以看得到你牽著手大方逛街嗎 我想喔 下一段戀愛我就想啊 蛤 過幾年太久了啦 過幾年太久了啦 她都說她 她都說她不急啦 對 她不急啦 但是會很勇敢的嘛 對不對 但我下一段戀愛我想要 我想要大方一點 是 如果 神靈下一段戀愛她想要大方 我們幫她完成好不好 好 我們在路上萬一看到她牽著某個男生 我們就腳上這樣 我沒看到 不是 因為她如果要大方 我們看到牽一個男生 我們直接說欸恭喜欸 真的太大方了 太大方了 太大方了 對啊 祝你幸福 你不用說話 喔不用說話 就是 做我的嗎 人家大 嚇著轉問是你嗎 不是 是你爸 這個 好 所以 哈哈哈